我跟老栗是很關注當代藝術現象 但是我們就是把歷史一起看待的 所以我認為中國歷史女性藝術的問題比較複雜 比如說中國傳統的時候 傳統女性非常封閉 就只能在內庭 不能簡單的說 就非常簡單的說 他們基本上生活在 我認為就是象征性的說就在後花園裡頭 它是不能出一個範疇的 非常封閉 那麼中國最奇怪的一段歷史呢 就是從19世紀一開始革命呢 就把這個中國婦女呢 就是把中國的這個傳統文化的所有東西 全部連根刨掉 整個切斷 那麼就是就是你從革命行為來說 這個這個這個好辦 你把人殺了都成 但是實際上人的觀念的轉變 不是光是說切斷就隔斷的 那麼那麼而且當時呢 就說中國的婦女解放 從來跟女權主義的那種運動不一樣 女權我後來也做了一些研究 因為中國婦女解放從開始是非常公立主義的 它不是為了女人的 是非常革命公立主義的 因為我要革命 因為我人少 所以呢我就把我同階級的女人也告來一起 加入 從不是共產黨開始 從世紀初開始 都是這樣子的 因為咱人不夠 就是增加 增強革命力量 那麼它的根 它的它的本質的東西是革命功立主義的 不是為了女人的 那我後來看了很多西方女權的資料 後來我不是也在美國訪問那麼多藝術家嗎 我覺得他們就不管是激進的不激進的 那都不管 但是那個運動整體是女人自己的 自己出來說話的 為了女人自己的 為了女人的需求 我能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的想法是什麼 是女人自己在說話 那中國的整個婦女解放就不是 它從來就是公立主義的 那麼後來到了共產黨 成立了共產黨以後 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 它就把這個東西更制度化 就納入章程 然後整個的跟著它的革命的這一套的服務系統走 那麼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一種公立主義的本質 造就了中國婦女解放有一個嚴重的缺陷 就是這婦女呢 是都來參加革命了 也為革命流血犧牲了 但是在觀念上沒有解決 就是他們變成一個狀態 就是以前在家裡頭 一個女的附属一個男的 現在變成一群女的 到社會上附属一群男的 那麼在極端的革命階段呢 就更糟糕 就是它就是等於變成了 說那個我們連人都屬於革命的 男人更屬於革命 女人還屬於 女人就更能提了 所以根本不跟西方的女權主義 說是在人權基礎上 人權有了以後 再有女權 再提女權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中國就沒有女權 這麼一回事 沒有西方人說的 這個女人為自己說話 這回事 那麼我看中國黨史的 婦女史的資料 非常殘酷 就是號召人 每一個階段 號召那些婦女 做出巨大犧牲的 那個範例也好 還有那些女烈士 犧牲的慘的那些名單 有的可能更多的是沒有名單 和我看中國史料 尤其明清史料 貞洁烈女是一樣一樣的 給我同樣的感受 就是她在觀念上 沒有任何的那個改變 就是說 說是那什麼改變 就跟中國體制一樣 革命那麼多年 說是什麼民主共和國 但是實際上 它的體制仍然是個很封建的 完全是一體的 完全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改變 但是最糟糕的是 還造就了一個 負面的影響 比如說以前封建社會 婦女在規格裡頭 它這個所謂 封建社會的體制 它讓婦女不出內庭 但它也給婦女保護 外邊的事兒就女的不單了 男的單了 是吧 它有嚴格的界定和分工 那麼 而且比如說 婦女在家裡面 還會 能幹的婦女 還會有管家的才能 還會有一些權力 但是這個 革命的這婦女呢 更慘 革命婦女 弄一半邊天 就是 男的幹什麼 你就得幹什麼 她不管你是不是女的 就是 但是女人有很多的 就是實際的困難 比如說男的要扛200斤 女的也得扛200斤 這事兒真的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然後女人就是有很多 比如說立嫁 懷孕 生產 所以他們如果跟男人一塊 拼這個體力的話 就太慘了 就是 就是太困難了 有很多的 然後 那整個半邊天 是完全忽略這些東西 所以革命到 咱們 革命 革命到 到這個 咱們就說 79年末 70年代末 開始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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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解放了 開放了 當時我記得80年代初 就是70年末 有一個最有意思的討論 很多婦女要回家 說我們不上班了 我們不想上班了 我們想回家 我們太累了 我們家裡事也單 外邊事也得單 因為她在外邊 她要工作 玩法說是平等了 她 幹同樣的工作 拿不到同樣的工資 那男的不把你看到 她整個社會觀念 沒改變 你說你都上 上單位工作去了 但是那女工就是比男工前少 但是幹人跟男工一樣的活 回到家裡了 家裡的觀念也沒改變 那照樣那婦女 洗衣服做飯 帶孩子生孩子 照樣幹 雙重 雙重的負重 沒有辦法 累的簡直是 所以我覺得 我們母親那一代的女的 最可憐 最慘 然後就像桃永白這代女人 他們其實半明天女人 這代女人最可憐 從 就他們小的時候 是大家歸秀 有很多人 就過著很嬌生怪養的生活 一革命 就整個一根男的 一塊往外拼 然後家裡負擔也沒減輕 外邊的負擔又加重 然後到那個八十年代 再重新開放的時候 他們已經老了 然後他們老了以後 他們的感覺是 他們不想再弄半明天 不想頂著那半明天 他們想回家 所以當時有一個非常 八十年初有很多討論 很有意思 有非常激烈的討論 就是有很多女的人說 我們想回家當家庭婦女 我們不想工作 本來 然後男的當時在 因為西方很多東西翻譯 什麼新的東西進來以後 那男的想更往前走 但是婦女想回家 這非常奇怪 就是我後來研究了 整個的歷史 我發現有這麼個問題 它整個造成了一個 反向的覆差 那麼這樣的話 在八十年代初以後 中國婦女 再從整個中國婦女 想再往前走 就跟 這個男性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他從心理 整個心理生理上 都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所以從 像唐宏白他們那一代 也有好多女的畫家 他們最後文革也跟著 畫很偉大的畫 就包括像周思宏 你應該知道 那麼有才氣的女人 那麼敏感 那麼有才能的女人 她其實心理的狀態 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她最後 她是革命那一代的婦女 她就得要畫礦工 然後下到礦景裡去 體驗生活 也是真誠的 但是對她來說 是非常遠離她的性格和感受 和她的真實狀況 但是也畫了 後來到最後 這一代婦女 到八十年代初畫什麼呢 又重新畫一些花花草草 畫一些非常溫柔的東西 畫一些他們夢想的 規格的生活的那種狀態 那些女的都是在花前 都已經六十多歲 六七六十多歲嘛 然後抱著貓 就是她最後 她追求這個了 因為她們再回歸 回歸成所謂 說我們不想 是像半男不女了 你想回歸女性 她找不到依靠 所以她就只能回 再重新回歸 就回歸到規格 傳統規秀的那種狀態 但是又老了 就變得很尷尬 那個王陽她們那畫也是 然後就變成了 那個重新畫一些花草 只是不全是用水墨 就是她也會用一些 細畫的方式 版畫的方式 什麼之類的 但是整個的精神 專門人量 那麼中間有一代人呢 就是當年是四十來歲 就比這一代人 年輕文革一代的人 那一代的女藝術家 那一代女藝術家 她們自己 當時有一個 最有意思的專門 叫半截的畫展 然後也有男的 有女的 她們自己寫的 半截的畫展 自己寫的前緣就說 我們是那個 煙過了的蛋呢 是煤孵化的基葉 反正是就是很尷尬的 一個境地 就是沒成 弄得半生熟 你明白中文的意思吧 半生不熟了 然後她們呢 又不像那個老一代的呢 她就沒 她已經六十多歲了 然後也沒有勁兒再改變了 她們還想改變 可是她們的 整個的這個教育系統 她們的觀念 她們的生活境地 又離 就是更前衛的 中心距離 有距離 所以就處在 中間有一屆半截的人 處在一屆 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 那麼到這個 就說 咱們現在所說的 當代艺术 這個時期 就是八五 比如說八五 現在大家都認為是最 算 就當代艺术發展 都頂封了 從七十年代末 那麼那個時候呢 中間參與的都有女的 很少 就那些 有很多 然後她 都混在群體裡頭 然後那個 中間有很多的那個 不是很多 就是很不太多的女的 因為大多數女人 畫那個 我叫做新規格 新規格畫的東西 就畫的畫畫草草啊 很女人氣啊 而且特別害怕畫 那女的就特別害怕 畫政治題材 畫政治題材 畫社會議題材 畫問題 她們很害怕 故意迴避 就故意畫畫畫草草 畫的溫柔 上方人家也說 你畫的一點都不像女的 就是故意弄成 有大多數女的畫家 都畫成那樣 那麼有一些 跟著這個當代艺术走的 其中有大概有每一個 就是不同的這個地區啊 不同的藝術小組裡 都有女人的身影 但是都是一閃 就是在一個集體展裡 展過幾回就沒有了 allem 橡皮顏 加大 賤 雁 諸 裸 帽gi ร DER TM 感谢观看